师傅你好,我想帮一个是属狗的,它是006年的狗,它身上好像有大灵性。 06年的是吧? 对对对,06年属狗的,它天天就是被它慢慢往死里打,然后每次考试考几分,好像就是很差劲的。 它的奶奶已经问它上书了几千三小房子,师傅你请麻烦你给它看一下。 几几年的狗啊? 呃,是006年的。 啊,身上是有灵性啊,有鬼啊。 哦,师傅,她就想,因为她的奶奶就想知道,是什么情况导致她就是, 高室的这么多小房子几年下来,为什么一点进步都没有? 她奶奶,你问她是自己念的,还是结缘的? 对,我也跟她说过这个问题了,她结缘几千章, 她说她,我问她几张,她也似乎是几张超房子的,已经。 不是她,因为不是她奶奶念的,她奶奶念的很少,可能从那些外面结缘来的才多了。 对的对的对,其实我把她找出病因了,她非要去结缘。 她奶奶越糟,孩子越痛苦,悼念,她奶奶在悼念。 对,她要这样的情况,要大忏悔嘛。 骗天骗地,骗鬼神啊。 对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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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这个是出大事的,所以还是太不好。 嗯,她现在就是,嗯,师傅,她的这个,她这个孙子啊,天天就头疼,就是往床上打滚啊,就是天天就很痛。 就是啊,她这个奶奶叫她不要再烧了。 哦,好,师傅,她这是什么病啊?她是,为什么会有这么头痛?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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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,现在身边有很多鬼在拉她,在搞她。 她因为现在,她是,做的小房子全是假的,空的。 是前世的业障吗?她是前世的业障吗? 来的时候是前世业障,现在怎么增加新的业障了呀? 还有她妈妈,她妈妈因此很生,是不是?她妈妈妈妈的,让,让,把她往死里打了。 对啊。 是很,很残忍的那种,可真,根本是不像自己的孩子的心感。 这个就是前世的缘结啊。 哦,好。 你,我现在看到,我现在看到就是,她,她的,她的那个,她自己啊,前世就是像把,当那个,生口一样的,对待两个,两个生口,一个是牛,她拼命的打。 还有一个,把那个狗啊,很,很大的一个,这个,这个,这个,母的狗啊,她关在了,关在了,像破窑洞里边一样。 哦。 我现在就看到这两个。 那么,我都不想讲是她爸爸还是她妈妈。 哦,反正两个都是动物投胎。 这样子啦。 乖了,他们家真的是,哎呦,真的是,每天就是。 疯掉了,就是,我告诉你,嗯,真的是。 疯狗在剑,我告诉你。 真的,那种,常常打滚啊,痛,就一直,一直死命的叫,呃,好痛啊,好痛啊。 我告诉你,你去,你去边抽,边抽牛好了,你去看。 哦哦。 她一个,她家里两个人,一个人赚钱,还有一个人不大赚钱呢。 他们家很有福报,很有钱,所以她才有这么多人去绝缘小房子。 对啊,这就是我告诉你了,但是奶奶乱来啊,这边上,不可以的。 对,对,对,我都跟她讲过,其实我已经在讲过这个问题,但是她还是抱这种侥幸的侵害,这种,嗯,她这种要念的。 越弄,越弄,她孩子越疯,我就刚讲给你听,她爸爸妈妈越打,嗯,因为这个报应越快,你明白吗? 嗯,嗯,嗯,师父,她这种情况下念多少礼佛呢? 念多少礼佛啊? 哦。 有的念了,都不是,她能给她自己念了,一百零八张啊,一百零八,一百零八遍,礼佛。 礼佛,然后小房子要多少张了? 最好叫她外婆不要再烧。 她奶奶哦? 哦,她奶奶,她奶奶如果再这么烧的话,你就,你就,你,你, 你要吓吓她奶奶呢,她奶奶真的乱来了,要吓吓她奶奶,她再乱烧的话,就帮她奶奶先烧好了。 哦,好的,好的,好的。 你说奶奶,你再这么烧的话,我先帮你烧吧。 哦,师父,那方式上多少条云呢? 你说你不听话,你说多多恶心啊? 哦。 哦。 我都看到了,小房子都是空的。 对,师父,她去年还去法,她去年还去那个法会了,我看到小房也还挺好的,在外面还挺好的,挺乖的小男孩哦,还会自己念点经文哦,怎么回到家就把他妈妈往私地打哦,挺可怜的小房也。 你知道就好了,这就是渊源相报和事了,虽然她前世的业障,但是呢,又增加新的业障了。 哦,好的,好的,好的,感谢师父。 像